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宋贤人29岁 来自安徽 婚庆思宜 女嘉宾陈女士30岁 同样来自安徽 全职妈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结婚几年啊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 这个都要她说呀 你记不住了 怕说错什么 那我问你啊 你们是2013年几月几号结的婚 6月22号 对吗 是的 还行 孩子多大 两岁多 两岁03个月 男孩女孩 女孩 哪天生的 4月4号 还行啊 没大错是吧 没有 行行行 小片里说她只忙工作不顾你 或者说不顾家是吗 是的 这是你的感觉 还是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 而且你想的可能更严重 你说说吧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 然后在第二年我们就要了宝宝 因为宝宝需要人照顾我 我就退下来 然后做了全职妈妈 因为我没有了那份工资的话 基本上家里面的生活开支 都是需要她来负担 那你在做全职妈妈之前 是做什么的 做酒店管理这块 之后因为她考虑到 家庭负担比较重 她就自己开了一个 婚庆策划的工作室 就是因为自己开始创业 她就越来越忙 就是对我比较忽视 对宝宝也不是很重视了 这忽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般的话 回来不太跟我说话了 也不太问宝宝的情况 宝宝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 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你一个人 她从来没参与过吗 不会吧 她基本上不参与 她除了是宝宝的满月 一岁两岁生日 在其他平时的话 都是在忙工作 宝宝身体要不舒服 去医院什么她会去吗 帮忙吧 她不帮忙 她只去 什么意思 就是她去 就是像探病人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 那天是因为宝宝有点拉肚子 腹泻 我就比较担心 我就给她打电话 她就告诉我 她很忙 然后暂时没有办法回来 但后来宝宝就发高霜 我实在没办法 就自己带着宝宝去医院了 医生说 她宝宝因为腹泻会比较严重 那么需要掉水 宝宝那时候可能比较小 大概一岁还不到 所以一发烧 她晚上就会睡得很不好 老是哭 我就一直抱着宝宝 睡到天亮的 她到第二天早晨才来 晚上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那晚上去干嘛了 因为在工作室 有一对新人 可能需要我为她提供服务 所以说 其实当时我心情 什么新人 要提供一夜的服务 没有 是这样子 因为从新人交定金开始 可能我们跟新人之间的话 就要达成某一种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新人可能会无时无刻的 就会发信息或打电话 我们还得必须得接受 不然的话 她可能会觉得 对她不够重视 那天晚上 实际上 我们聊得很晚 我内心非常焦急 我也有和新人沟通 我可能家里面有急事 但作为新人来说的话 她不够理解 所以说 我也是很尽量地 在把我们的这个事情 给尽快做完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迟了 我也是到第二天早晨 然后一早就赶到 就是一夜都在给新人服务 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谈到将近十一点多吧 那之后去医院没问题 因为那个点的话 可能大人小孩都已经休息了 也不方便 而且你像我 因为小孩生这个病 是属于病毒性感染 这种病的话 在前几天 我事实上每次回家 我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 就是先洗澡 才能去跟小孩接触 那次可能是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这么去做 所以小孩生病了 我觉得和我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那天晚上 我就没有选择过去 而是第二天早晨 再选择去医院的 好吧 我们假设这个也成立 那也没给老婆打个电话 当时可能太迟了 对 你觉得她能睡着是吧 因为我想把这个夜里面的时间 留给他们 还这么见外 你看看 好吧 对 她是到早晨才来的 来的时候 她也不是特别着急 来的时候 她也不抱宝宝 也不亲亲抱宝这样 她肯定是觉得没削肚 或者没削干净 对吧 这个 她平常跟宝宝玩得好吗 就平常她只会陪她几分钟 如果宝宝特别闹的话 基本上就交给我了 然后我有一次 想让她就是跟我 还有宝宝一起出去玩 就是一家三口出去玩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是她就是说 她有很多事情啊 她很累 想在家休息 她就帮我打个车 就把我送走了 也就是她没跟宝宝一起玩 为什么 对 从来没有 对对 两岁多了从来没有 对 她不知道怎么跟宝宝在一起 不知道怎么跟宝宝相处 她也不知道 宝宝身高 体重 用什么尿布湿 宝宝在哪体检 喝什么奶粉 她都不知道 现在知道吗 现在有些了解过 她还是不知道 她一样不知道 女儿多重了 因为每次做体检 可能都是她带 女儿多高了 这个也不是很全 你帮她买衣服 买多大的 这个一般都是她去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其实分的会很开 那么我主要是 忙事业这一块 然后家里面的一些情况 都是由她来照顾 行 对你怎么样 对我其实也不是 惯心 因为现在的话 她说她忙 跟我说话就是 越来越少 平常也不怎么沟通 像原来结婚的时候 像结婚纪念日 或者是我的生日的时候 她都会陪我一起出去吃饭 或者是看电影 现在生了宝宝之后 她就以工作为中心了 我生日的话 基本上就不过了 还有一次 快到我的生日了 我提前还暗示了一塌一下 想让她给我个惊喜什么的 然后她告诉我 她结了一个婚庆 就是这样 然后说那天没有办法陪我 你平常可以很忙 但是你至少说 你这一天是要陪我的 我觉得主持人 我三位老师是这样 因为像我们接单 像我们这种 可能刚从起步的 这种工作室来讲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 拒绝新人上门 或怎么样 那天接的这个单子 也是朋友介绍的 这个是我必须要去 为她去承办的 因为是中午的婚礼 事实上我有安排过 中午结束了以后 然后我们下午至晚上的时间 我们在一起去 陪她去庆生 是这样的情况 那去了吗 没去 没去 因为基本上 她在做婚庆的时候 需要五六点钟才结束 就是大部分时间 她在忙的时候 她都会很疲惫 然后到了家 然后她就会很累 你说我怎么还忍心 说让她去陪我过生日 就第二天补一个呗 那不一样啊 不一样嘛 我都说不一样啊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有点较真了啊 这个除了这个 特殊节日之外 平常对你关不关心 问不问 对你好吗 一般吧 只能说一般 如果要打的分的话 只能打五分 不冷不热的状态 就不冷 满分是几分啊 十分啊 就不及格呗 对 其实我一直想跟她 去好好地沟通这个事情 但是每次 一遇到事业和家庭这一块 其实我们都是 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 行 你们家钱谁管 她管 是这样 她管钱 是这样 一般所有的财政这一块的话 就是比如说 平时盈利干嘛的 可能多半是我来去操持 但是我基本上是放权给她 就家里面所有的开支的话 她是可以去 去自己去分配的 不不不 其实家用给不给吧 家用一个月的话 会零星地给点 而且就是我有一张信用卡 基本上家里面的 一切开支的话 我都会从信用卡里面去支配 然后谁还呢 我来还 对 也就是你所有的支出 都在这张信用卡里 对 婚庆公司或者叫工作室 一个月挣多少钱 营收 你都了解吗 了解 那不就行了吗 但是她查我的账 她查我的账 什么意思 就是信用卡里面的 就是在每个月 然后她需要还钱的时候 必须要把单子列给她看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不信任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以前也是做酒店管理的 那我们做任何事情 基本上最是要看 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报表 那通过报表 我们知道每个月 我们的一些情况 那事实上 我们生活条件是 慢慢的是越来越好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花费 也是在越来越高 那我有必要得知道 这些花费去哪里了 其实我只是问了一下 我并不是说 你这个钱花哪里了 我必须要管控或怎么样 其实真的没有过 还有个名戏嘛 夫妻之间 没什么 有人都过得戏 那我觉得没必要说 没笔账 然后都必须要 给她搞得清楚吧 就是有一次 我有一个五百块钱 然后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那笔钱 到底是支出到哪去了 她就一直盯着我找 就直到我找到位置 然后她还在旁边不停地 然后这样说我 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 她脾气是很大的 那天我在家找了一下午 因为我每天 比如说我们做完了 一个月的这样一个婚庆 那美产婚庆的尾款 包括它的利润点 我自己是知道的 但是最终我会发现 总账里面少了一笔钱 那我得去 下意识地我得去问她 钱去哪了 她给我的回复就是 不知道 对吧 我就觉得很粗心 我没说不知道 什么工作室的钱 跟家庭的钱有关呢 不是因为我们会放在家里面 然后到一个月 我们会存起来或这样子 但是那个五百块钱 就始终没有找到 好吧 还有别的吗 女生觉得 就是她脾气特别大 大到什么程度 像一般她做婚庆的时候 我也会去帮她忙 我要是犯了一些小错误 她就会批评我 就是很重的批评 我记得是有一次 我们去酒店做婚庆 新娘然后已经到了 但是她的那个 就是婚纱的群称 我忘记给她戴了 她之前是提醒过我 可是我忘记了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要戴 我忘记了之后 然后她知道了 她就当着好多人的面 然后这样骂我 我觉得男人是需要面子 但是女人的面子 就不值钱吗 我问问 你不是全职妈妈吗 是的呀 怎么还干这活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我跟大家说 你为什么有一次 出发了很多事情 她就在那里 我也觉得你 别人 有什么事情 就能明显 我过一段时间 我早就能 люб解释 是可以 和他有什么事情 买 就能不能 不停 他这里 三度 是 可 要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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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天不用一天半天让你太太出去把孩子扔给你你就待半天你就一下能体会到他的心酸和艰难了 你是做那个婚礼主持是吧 对 你每天主持那么多的婚礼 你在看到新人两个人在这个憧憬着婚姻的状态 然后说着这个爱的真言 每天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你感动吗 怎么说呢 时间长了可能也会稍微的平淡一点 但事实上我一直认为 就是婚礼这一块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告诫两位新人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所以对于我自己这段婚姻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会有多严重或怎么样 事实上在他提出要来这里之前的话 我可能 你都没有发现你们的婚姻有任何的问题是吗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你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事业上 这也足以见得你对这个家的付出是多么少的可怜 你连你的婚姻出现问题 连你妻子对你长时间的抱怨都没有发现 你每天在面对那么多新人 在主持他们婚礼 给他们的婚姻送祝福的时候 你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妻子吗 想想当时你在婚礼现场的时候 是如何跟你的太太承诺 会给她什么样的家庭 给她什么样的幸福 给她什么样的关怀和爱 你做到了吗 我每一次去同学或者朋友同事的婚礼 我每一次都会哭 我都会反观自己的婚姻 自己现在有没有做到当时说的那样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要停下脚步反思一下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大家的感觉 你永远都是有一个东西包裹着你 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能给自己找到借口和理由 她在家里面跟你说话也是这个样子吗 是的 如果每天你都在家里面跟妻子是这样式的对话 就是感觉公事公办 你让她怎么能感受到你的爱和你对她的关怀呢 就算你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 你每天就是拿着这样的一种态度 她也感受不到你的爱呀 然后翻回来 女生我想说 虽然说我们能理解你的艰难和辛苦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要想一下你有没有给丈夫足够的关心 你有没有真的静下心来 站在她的角度想 她在外面拼搏事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哪怕可能一句温柔的问候 一个拥抱 一个鼓励 不把太多的抱怨放在嘴上 而且有问题就要及时说 问题就是由计小成多成大的 她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就证明你平时说的也少 交流的也少 好吧 不能让她去猜你的心思 好 谢谢 我先说一下你们这对夫妻给我的感觉啊 我觉得特别的冷 不仅仅是说这个男人冷 你也冷 所以我特别奇怪 你为什么嫁给他呢 你又为什么娶他呀 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嫁给他 觉得他这个人有责任感吧 对我也比较好 我为什么不做 你为什么嫁给他 我为什么要把他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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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是一个人要责任的 不责任感情 不是可能 但是我先去看 我们是想参加一些人 那种人的心思想 对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呢? 现在不就已经走到边缘了? 其实你们现在跟离婚的状态没什么区别 假如离婚孩子跟母亲,你也一样要给抚养费 就如同现在在婚姻存续期间,你扔几个钱在家里是一样的 我说的没错吧,你该工作还是工作 所以其实你们现在离婚跟没离,没什么区别 一个在家里从来不跟孩子戏耍的一个父亲 居然大谈什么父爱如山 我很难想象你在眉头紧锁的时候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旁边坐着一个孩子,哪怕不是自己的孩子 非常可爱的在那叫你的时候,你忍不住要去抱抱他,捏捏他的小脸 你怎么会两岁跟孩子都没有什么互动呢? 连孩子的少年青春,你又都不能够陪他,给他真正的细腻的父爱 你还考虑他的长远干什么?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你了,他已经长大了 所以我拜托你,人有七情六欲 你没有必要那么克制,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的是 怎么做一个男人,还不要说怎么做一个父亲 刚才颜品红说,你也很冷 的确他是有点冷,但有的时候他会哭泣 他还有正常的情感表现,但是我想为他辩解一句的是 他可能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跟这个人在一起,久了,你可不就是这样子 你跟他说什么,你也吵不起来,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更何况你还得求他过日子,因为你不挣钱 所以生活是在争取妥协和权衡当中追求最大化的幸福 而不是一昧的妥协 其实我真的建议你尝试着跟他分开一段时间 这种分开对你有作用 对你有什么作用呢? 你会清晰地感觉到,离开这个男人 你能活得很好 但是这段时间给他 有一个最大的刺激就在于 原来身边一直 有两个人在那呆着 我以前都没感觉到 失去能够教会一些人很多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暂时地分开一段时间 你可以回娘家过上两个月 彼此去感受一下 失去对方的感受 到底是谁 孩子叫你爸爸吗? 他叫你爸爸啥感受? 感觉很开心 那如果他叫别人爸爸你啥感受? 你不希望他叫别人爸爸吧 那就赶紧履行起自己的侄子 好吗? 就这个 从不陪孩子吧? 从不 陪他少 从不还是陪他少? 陪他少吧 如果是真的从不抱自己的孩子 从来不跟他互动 或者说刻意地去躲避跟他的互动 真是太冷漠了 不是这样的吗? 男医生在这里没料注意 你可以去闯你的事业 但是你不能弄得一点人情味不讲话 一两天的时间是有的吧 给自己提个要求 一个月陪孩子一次 那我知道就是难吗? 生活很难吗? 你就是面临这些东西吗? 你不让他工作了也不行吧? 你知道他要什么吗? 你应该知道吧 他要的是你的关心 发自内心的关心 不一定是常识的陪伴 而是高效的陪伴 拿出半个小时来 聊完天之后 互动完之后 再干我自己的事也行 其实这是不够的 但是至少比默不关心 冲耳不闻要强的锅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我们的这段婚姻 是很不容易的 两个人的感情 然后是需要一起去相守和经营的 但如果你只靠我一个人 我会很辛苦 我希望有人依靠 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 都会改变一点 希望一起能够再继续走下去吧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也没有想过离开 如果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一定要去改正它 希望这个家 我们两个共同去经营 并且一起走下去 行吧 别那么冷漠了 小伙子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恋爱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给你的承诺一样 那今天 我同样会给你个承诺 我会给你一辈子的幸福 如果 这一辈子的幸福 需要花出很大的力气 甚至是 得到很多人的不解 但是我也会 坚持地走下去 老婆 我爱你 好 说抱抱吧 来 祝你们幸福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祝你们幸福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祝你们幸福